大家好 影音轉檔密GUI圖文使用教學 這段是要說明將DVD光碟片壓製成 內嵌式字幕 那這個字也可以 叫做嵌 內嵌式字幕 然後並封裝成MP4的那個容器 為什麼要將影片用成內嵌式字幕 它的好處是任何的播放平台 絕對能顯示字幕 就是一定會有字幕顯示出來 這樣子 在任何的平台播放 絕對有字幕 所以說很多的影片都是那個MP4 或是MKV格式 應該是大部分的MP4 的那個影音檔 都是使用這個內嵌式的字幕 圖文使用教學的這個網址 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圖片文字要參考 還有連結要點擊 好操作步驟 如果是使用ISO 鏡像檔 或者是叫印象檔 參考一下這一篇 將它那個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 ISO 鏡像檔 參考一下這一篇把它弄成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要先查看一下 VOB至IFO是哪一個 連續序號的VOB的IFO是哪一個 那這個東西 在 我剛才忘了講 這個以前的這一篇也是可以參考 以前敲的這一篇 只是差別在於說 因為我現在有另外做了一張圖 就是這張圖 影音轉檔的那個 大略流程 影音轉檔大略流程的這張圖 大家看的這張圖會比較好了解 轉換DVD跟 Blu-ray在 其他的影片 其他的教學 我已經講過蠻多次了 第一個要處理的是訪考問題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找不到軌道 找不到軌道他就沒有辦法做軌道分離 因為 又按錯 因為那個 大部分的那個MP4或MKV的影片 你把它打開之後 這個東西 內容這裡 那個媒體資訊這裡有沒有看到這裡 ID 1 然後這個video ID2 Audio 這個叫做軌道 所有的轉換軟體一定要找到軌道 他才能做 那個軌道分離 那 Blu-ray跟DVD 你第一關你過了 你的訪考問題你處理掉了 因為有的DVD或者是Blu-ray他沒有做訪考的 所以說 他只剩下軌道那個找不到軌道的問題 那這個DVD他第二關就是軌道 你要讓他找到軌道 他才能做軌道分離 所以說 這個步驟 查看連續序號的VOB 至IFO 是哪一個 這個是要讓轉換軟體 也就說密GUI 他能確定一下 那個軌道到底在哪裡 是這樣子 到底是 那個 要做軌道分離 你要指定他那個軌道在哪裡 那舊的這一篇我沒有在 這是我後來 弄了很久了 才那個想到說要做一個流程圖 就是這個流程圖 這樣大家有這個概念 之後會比較好使用這個引擎 那現在第二關是軌道分離 這個 這個步驟就是要做軌道分離 這個 那在這裡面的第3點 那第2點是講訪考 第2點是講那個訪考 的問題 那訪考的問題要講很久 是參考裡面的說明 那第3點是軌道分離 要讓 影音轉換的軟體找到軌道 那就參考一下第3點 那底部 這一篇文章的底部也有視頻 大概15分鐘左右大家可以去參 那個看一下 好那就是找到這個 這個部分啊 就這個 那這個東西我講了蠻久的 15分鐘左右 就是說大家參考一下這個底部 的這段視頻 就知道 好找到之後 那接下來是抽出字幕 那抽出字幕的部分 一樣 底部 我好像也講了10幾分鐘吧也是忘記了 10幾分鐘之久 然後還有參考一下這篇 做說明 這樣子 就是把字幕抽出來 像這樣子抽出來 好你已經解決了 因為 這個 密GUI 的這套的那個 文件 的那個 file indexer 文件鎖影器 它只做 兩個 軌道分離 視訊軌跟音訊軌 那字幕軌你要自己抽 用那個另外一個 Val 那個 sub 那個工具抽 那在這一篇裡面會有說明 大家前去參考 那個 關於字幕的這個部分 抽出字幕的這個部分 是要用另外一個那個工具抽 主件抽 這樣子 那file indexer 它只是 抽出來 是這兩個 軌道 這樣子 視訊跟音訊的部分抽出來 那有這張圖就是說 你在使用這個密GUI的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也比較好講 是這張圖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是打開密GUI 在那個 打開 好打開之後這個file indexer 文件鎖影器 那在剛才 已經講過 就是說加深印象 它是只做視訊軌跟音訊軌的分離 就是軌道分離出來 這樣子 才能做後續的 解碼跟 影像處理 編碼 解碼 聲音處理 編碼 封裝這些的 那是將這兩個抽出來 那我們現在把它指定到 該ifo 那在前面也講講過 為什麼我們要指定那個ifo 是跟這個密GUI 這個影音轉換軟體 跟它講軌道在這裡 你到這邊去找軌道 不然它會找不到軌道在哪裡 那個 DVD跟 DVD跟那個 Blu-ray 它都有找不到軌道的問題 那MP4跟NKV的影片 它絕對沒有前面兩個問題 MP4跟NKV沒有 沒有前面 所以說你現在看到了下載的影片 全部都是MP4跟NKV 因為它沒有前面兩個問題 所以說影片打開就直接能看 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是 這個 PileIntense 那接下來 這個指導該ifo 那指定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的這個鍵 就參考一下這張圖 指定 注意看一下這邊的那個英文 那個inputfile 指的是你要處理的影片在哪裡 載入進來 第8 08 ifo 指到這個 08的 中間這個08 那接下來這個介面我搞了好幾年我才明白它這個到底是什麼作用 那個參考一下這裡面的第4點 因為這一篇裡面的第4點我有說明 第4點有針對這個 這個部分這個介面做說明 這樣子 那底部也有視頻 參考一下裡面的第4點 這裡面第4點 因為要講很久 那我就跳過請大家去參考一下 左邊的是指自動 由 MIGUI 抓 這個900秒以上的那個 影片 右邊的cancel掉 是指手動我指定 我指定你給我到這邊去找那個軌道 我指定 你給我到 這個ifo裡面去給我找軌道出來 所以說 在後面的那個 DVD的影片教學 通通用cancel 用手動的方式指定 用cancel的方式 手動的方式你給我到 這個ifo裡面去給我找 軌道出來 找視訊軌的軌道跟音訊軌的軌道 這樣子 好 那上方 這個東西上面的這個 是 視訊軌 將視訊軌分離出來 那下面的這個 Audio這個部分 是指 音訊軌 這樣子 那 這個地方因為 這段影片他是多軌道 因為81我已經確定是中文了 他一個是 普通話一個是 粵語 普通話跟粵語 我確定81號的這個ID 這個所以是 普通話 那這個是粵語 所以說我勾81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確定 那你就兩個 因為這個影片我要讓他 說那個中文嘛 那你也可以全部抽啊 因為我這個 因為現在是要封裝成MP4的內嵌式字幕 所以說只能有一個音訊軌 跟一個視訊軌 只可以有這樣子 所以說我只做 一個 圖片這邊是 只有一條的音訊軌 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確定哪個是你需要的 那你沒有關係把他打call 兩個都給他抽出來 因為這個Chinese 就是中文 但是有分 那個 所謂的普通話 有分閩南話 有分廣東話 是這樣子 他有區分的 那這邊的為什麼 是用81 是因為我確定他是普通話 那你可以兩個勾 這樣子 那好了之後就點一下Q 這邊還有第七點 這個地方指的是 那個他要copy 因為現在的DVD容量只有4G 4點多G 很小 他會先copy到硬碟 之後再做處理 這樣速度比較快 所以說我現在給他指定 到這裡 到這裡出來 然後點一下存檔 因為未經弄過 這邊把它改成 多一個2 這樣子 然後再點一下Q 然後他就開始處理 第七點就是說 你要給他指定到能夠寫入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output是指輸出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輸出 你要指定到一個寫入的地方 這樣子 再點一下Q這樣子 那這個 處理的時間 因為他要做那個音訊軌的那個轉換 要比較久一點 那我先停一下 等他要處理完 這樣子 那你可以等到看一下這個排隊的這裡 Q就是指 他會把他 正在處理東西放到這個列隊這邊 這樣子 就是處理界面 那好了之後就點 點擊那個關閉預覽視窗 那個 主要是那個音訊的部分 他要做一個轉換 要把它抽出來 把它轉成那個 AAC或者是AC3 有沒有抽出來 好在這邊 AC3 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 那個 那這是這個 那就參考一下這邊關閉預覽視窗 把它關掉 好 那我這邊就特別講解一下 就是說你不知道那個軌道到底是 那個 有沒有這邊抽出來是 這個222嘛 這裡 他這邊有一個那個 T81 有沒有看到 T81 把它挪到中間一點講 因為視窗太多了 那這邊有一個T81就是 剛才的第81條軌 T82 就是第82軌 那前面的這個T是什麼 Tracker 就是指那個 追蹤啦 他這邊有另外一個翻譯是那個軌道的意思 的那個縮寫 TR HK那個 這個 這個要知道一下 那他這邊有那個軌道的意思跑道的意思 就是 所以說他這邊用 T81跟82 那這個地方你使用滑鼠右鍵 然後用那個 播放器 聽一下 看是普通話還是 廣東話還是閩南話 聽一下 那這個我確定是那個粵語 也就是那個廣東話 所以說 我就不轉了 那這個是T81 普通話 是這樣子 你不確定那個聲音軌道到底是什麼 你就把它弄出來之後 他這邊有個軌道T81T82 或是什麼T 等等的 這樣子 好了之後 你確定是T81之後這個部分 注意看一下這邊 那我只轉這個軌道 那T82我就不轉 那今天假設T82它是普通話 T81它是粵語 或是閩南話 那我就不轉T81 我轉T82 大家要明白這個地方 這個軌道這裡 這個就是Track 那個 那個A那個音啦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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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是那個嘴巴張很大那個A那個蝴蝶音 那個我們中文沒有這個音啦 那個比較難念一點 好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 ABS 那這個ABS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影像處理 這個界面 這個ABS腳本 這個產生器 它是什麼呢 它是這個 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 把它縮小一下 好 在這邊的ABS請點一下總極篇這邊 的概念 在這個概念這個地方這個區塊 概念這個區塊我有講很多那個關於ABS交分產生器 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呢 影像處理 是在做影像處理 也就是所謂的過濾軟 過濾跟軟 就是改變那個 畫面的顏色 那接下來還有尺寸的縮放 好 這樣 是屬於這個部分在處理的 這個叫做影像處理 就是ABS指的那個膠本產生器 大家要了解一下 怎麼講 這個 影音轉檔這個 密GUI 它是 每個環節每個環節 它是分開處理的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學習影音轉檔的時候 比較能清楚的明白我到底在做什麼 我處理到哪裡 因為 影音轉檔它有 它這邊的每一個環節 全部有不一樣的狀況 不一樣的問題 每一個 通通都不一樣 都有不同的狀況不一樣的問題 它每一個環節 那你使用這個密GUI的話 你比較能知道到底 那個環節出了什麼狀況 我才能知道怎麼處理 是這樣子 那ABS膠本產生器 是在這裡 你這樣處理 就是這個界面 好 那現在 我們要把它做尺寸 變更它的尺寸 好 就是把它切到這裡 1920x1080 那這個 這個地方的那個自定義 的部分 一樣你參考一下這個ABS這邊 我有說明 這是針對那個膠本產生器的那個 這個不是 這個關於這個自定義是在前面 最前面這裡 好這裡 設定這裡 教你設定這個右側這個 configgear 這個 設定這裡 是對這個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設定好了 都設定過 那接下來注意一下寬高比 寬高比 這個 那通常你看到720x480 這個尺寸 就是DVD有兩種 一個是PAL 一個是NTSC 那720x480 那個就是NTSC 的規格 因為後面有一個 這裡 第10步驟 這個 租行掃描這裡 那NTSC的720x480 它全部都是 那個主行 的那個 這個單字 我又忘記怎麼唸 PROGRESSIVE PROGRESSIVE 就是主行的意思 那這個部分請參考一下這一篇 我有做說明 NTSC的那個720x480的那種的DVD片 你要不要點這個 分析都可以啊 Analyze 那個 Analyze 它這個應該是Z啊 Analyze 喔 Analyze 那個有時候會那個因為有那個蝴蝶音 有時候念起來很拗口 Analyze Analyze Analyze這個分析 你要不要按都可以 因為它是NTSC的那個規格 NTSC的規格 720x480那種的 DVD片 它全部都是使用 那個主行掃描 PROGRESSIVE PROGRESSIVE這個 你可以不用按你直接切這個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參考一下這篇裡面的說明 好那接下來是 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我先停一下 我喝口水 這個subtitles這個 這個注意看一下這邊的這個 這個意思指的就是所謂的 內嵌式字幕 添加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把這個 你處理後的字幕 把它寫實到 那個 影像處理裡面 就是從這個地方 它把它抓起來 然後 寫實到那個 影像處理 我剛才忘了講 這個影像處理除了還有那個尺寸的 縮放 過濾跟渲染 它還有一個添加字幕 就是將字幕 寫實到那個視訊軌裡面 或者是叫烙印到字幕軌裡面 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普遍把它稱為 那個內嵐式 或是砍入到那個字幕 那個視訊軌裡面 也可以講成內嵌式字幕 這樣子 它這個影像處理 的那個ABS 絞本產生器 它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將字幕 斜持到 就是說這個字幕 把它斜持到這個 視訊軌裡面 這樣子 要知道一下 就是說有這張圖的話 大家會比較好理解說 這個步驟 這個界面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個界面 那我現在要講解的是這個界面 它到底是在做什麼 它是在做 將字幕 斜持到那個 視訊軌裡面 從這個地方添加 好那我們先指定一下那個字幕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預覽 字幕預覽 也就這邊 那這個地方的預覽視窗分為兩種 請參考一下這一篇 那個這個是這樣子 由於多國多國語 我不知道哪個 字幕是我需要的 所以說要預覽 看看哪個 才是我需要的字幕 就是點擊一下 preview ABS 那個 script 如果國語 規規 script 這個預覽 按鈴 點一下 然後查看一下字幕效果 因為它有那個大陸的那個簡體字 還有香港的那個 廣東的那個用語 還有我們台灣的用語 是這樣子 有那個即使是中文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把它點擊一下 那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縮小 因為你使用那個19 如果你的螢幕不是 2550x1440的那種比較 高解析度的螢幕的話 你使用的是1920x1080 的話那個螢幕會這個 視窗會直接拉到最大 這樣不好檢視 那你可以點擊一下這個按鈕 把它縮小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查看 沒有錯是這樣子 我確定那個字幕有出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換成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好像是那個廣東的用語 我有檢查過 好像不是我需要的 那我再檢查一下 那有的那個字幕是平語 就是說那個是平語的部分 有沒有看我抽出來那麼多的那個潛意識 那那個有點不太一樣 還有寬字體跟窄字體 有點不太一樣 那個字型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這個 為什麼這個DVD跟Blu-ray 他是使用圖形式的字幕 為什麼 因為圖形式的字幕他有個好處 他會隨著你的螢幕 他會變大他就變大 你螢幕比較小他就縮小 這是圖形式字幕的好處 你看到很多的MP4的影片有沒有 他都是使用內嵌式 就是把字幕挟實到視訊 視訊軌裡面他的用意在這裡 你當你的那個螢幕比較大的時候你打開 他的字幕就會放大 當你的螢幕比較小的時候那個字幕就會縮小 這個是 圖形式字幕的好處 他是在這裡 他為什麼要用成圖形式他的用意在這裡 好那這個地方 那這段視頻也是透過這個地方 將字幕寫死到那個 視訊軌裡面 是這樣子 好點擊下 preview 看一下 縮小 這是用來檢查一下那個字幕是不是我需要的 好像這樣子 這樣子 有字幕出來 好OK 那確定一下是這個字幕是我需要的 因為那個中文有很多啊 有什麼寬啊窄啊 還有用語上面也不一樣 這樣子 你就檢查一下 所以說這個按鈕是蠻重要的你要知道 怎麼使用 OK之後就點擊一下 上面的這個script這個 腳本這個 然後檢查一下 沒有錯 檢查一下這個寬高比 16比9 然後檢查一下 這個 尺寸 1920 然後1080 OK沒錯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字幕啊 添加的那個檔案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 是處理的 調用的那個 組件 等等的這些 那這個頁面有沒有看久了就知道是什麼作用 就是說你用久了之後經常在看的話 要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按下save Save這邊 那 上面的 到這個地方為止有沒有 是什麼東西都還沒做 你只是先預先 將一些要處理的 設定弄好而已 到這個頁面為止 你什麼都沒做 什麼都還沒有開始 完全都沒開始 你只是把那個軌道分離出來 分離成視訊跟音訊 那字幕是你自己抽的 是這樣子 你什麼都還沒開始 還沒有開始解碼 也沒有還 也沒有影像處理 聲音處理 編碼 都還沒有開始 那這一段的部分 解碼 然後影像處理 編碼 是這個地方 上面 上面在做的部分 是指視訊軌道的部分 是上面 那下面是哪一個呢 下面是這邊 下面是音訊軌的部分 解碼 然後聲音處理 編碼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ABS膠本產生器是 解碼完之後 他還會跑那個ABS 膠本產生器 這個 點ABS這個檔 將一些訊息載入之後 處理完 這樣子 處理完之後才是編碼 那這個編碼 參考一下這邊 那這個應該大家都設定了 就是這個 config這個 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 那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是輸出 video那個output這個 輸入 的腳本 輸出的地方 那音訊也一樣輸入的 那個AC屬意或者是 AAC等等 在這邊 那輸出的MP4 不是MP4 M4A 格式那個格式在這裡 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你那個亂射還是什麼的 那個輸出的地方跑掉 會有這個問題 你要知道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這一串是做什麼的 輸出 這個地方是輸入 輸出 在這 這個是輸入 好 那接下來就是點擊一下這個Q Q 那因為我處理過就不再處理了 因為在點那個 處理下去要很浪費時間 點一下Q 他就會加入這個列表 開始處理 就參考一下這張圖 他就開始那個進行處理 加入列表之後 有沒有 正在處理 那底部假設處理的時間比較久 他中間有一個那個處理的畫面會出來 假設要處理兩個鐘頭 甚至三個鐘頭 比較久 假設你的影片比較長 處理時間比較久 那麼你可以使用這個 下檔這個功能 在這個 After 那個Encoding 還是Encoding 因為那個En有的時候唸成那個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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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時候唸 A那個音 就是反三的那個音 那你可以把它切成這個 就是影音 這個轉碼轉完 就是這個 步驟跑完 編碼步驟已經跑完 跑完 就直接電腦就自動關機 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封裝步驟 就是最後的一個步驟 最後的一個步驟就是封裝 這樣子 因為這一篇是內嵌式字幕 沒有那個字幕軌 因為剛才沒有字幕軌 因為剛才在那個subtitle的那個項目裡面 他將字幕寫實到視訊軌 所以說只會封裝視訊軌跟音訊軌 那接下來是封裝步驟 那就是這個地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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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er 這個地方 MP4 這樣子 那為什麼使用MP4呢 因為正規的MP4容器 只有一條視訊軌或是一條音訊軌 都 還有 只限一條字幕軌 正規的 MP4容器 它都是各一條而已 那多軌道是MKB 那個MKB的多軌道是 下一篇會說明 另外一篇會說明 那這一篇主要是內嵌式 內嵌式字幕 所以說是用MP4的容器 一條視訊軌一條音訊軌 這樣子 這樣子 各一條 所以說是使用MP4容器 那這個地方從這邊點 那你看到這個 這個單字 Max 就是多光複合器 那個 封裝 就是很多的那個 有沒有 很多的軌道搞成一個 就是多 多多路到一路 就是多條的分流 合成一條的意思 就是這個 這個 Maxer Maxer 這個單字的意思 你會看到這邊有沒有 Maxer 很多都是Maxer Mux 就是多條的 東西 變成一條 的意思 好 好 那這個 VDO Input 這個地方 就是指 視訊軌的 那個載入的地方 那就是點264那個檔案 放進來 在這裡 那 Audio 指的是 那個 M4A 那個檔案 M4A在這裡 那在這邊 看清楚一下 這裡 注意看一下是 這個 AAC suite 他經過你這邊設定的那個 轉成AAC 但是他的副檔名是 點 M4A 好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要非常的清楚 視訊軌的輸出是什麼 音訊軌的輸出是什麼 你要知道一下 要不然你封裝的時候找不到檔案在哪裡 是這樣子 好這個 M4A 因為有的時候你處理的那個檔案超多的 超級多 你會搞不清楚我到底要找哪個檔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你這個地方要非常的清楚 那個 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 原來檔案在這裡 輸出的檔案在這裡 那好了之後 等一下Q 就是會加入這個地方的那個排隊列表 這樣子 這樣子就OK了 那因為我已經弄過我就不再弄了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把那個影片打開 那個影片打開來把他確定一下 他封裝之後一定就會一個Markster的 就是那個ED嘛 ED就是過去式 那個 一般的過去式 一般動詞的過去式都是加ED 那個 就是已經執行過的 那個Markster 的 這個東西 那就是把他打開 檢查一下 好那這個地方我把他 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量化不同步的問題 影片最怕遇到的就是不同步 所以說你要用播放器前中後檢查 前面 中間 這個地方播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有聲音跟那個影片 我不能播 我現在在錄的時候不能播要不然會被消掉 整段會被消音 那你自己要點一下播放 前面播放一段 中間播放一段 然後這個地方播播放一段 檢查 影片 檢查 音訊 檢查字幕 三個部分有沒有同步 因為 有個狀況是那個量化不同步的問題 有的時候 你在影音轉檔的時候會遇到 那可能是中間有個部分去出問題 那你整個要重弄 就這樣子 並不是說你影片轉完就沒事了 你還要檢查是否同步 因為會有一個量化不同步的問題 你要前中後 都播放一小段 檢查看看 這樣子 好 那最後面就是那個已經完成了 就是你把他這樣子 視訊軌道沒有 沒有視訊軌道但是有字幕 有沒有看到有字幕出來 那這個通常這個內嵌式的字幕有沒有 或是叫內嵌式 那有的地方是叫隱藏式 那 那個鞋子式或者是叫做那個 烙印式 他是已經把字幕結合到視訊軌裡面 所以說任何的播放平台 通通可以播放 絕對會有字幕出來 那這個地方 好這個地方 就是我前面講的 就是內嵌式的字幕 是絕對有那個 絕對能夠顯示字幕 那這個地方先那個暫停一下 因為還有一個那個背注要說明 就是那個 你假設要用在那個手機上播放的時候 那個要另外處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個 不是沒有辦法 處理起來比較麻煩 那這個地方就是 你影音轉檔用久之後你大概知道怎麼處理 就是說 那個 手機上播放的時候那個字幕會有太小的問題 那你轉那個影音轉檔你用久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怎麼弄 所以說這個地方我先跳過不說明 要不然你一下子講太多 就是說你 吸收太多的話沒辦法負荷 就是這個DVD的內嵌式字幕就大略說明到這 那關於字幕的部分 那個你參考一下那個總極篇 不是總極篇的連結總整理 那個字幕的部分是另外的一個學問比較難處理 就參考一下這邊的說明 再另外做處理這樣子 好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裡 那在這個YouTube的這個有一個顯示完整資訊你點一下 會有一個donate贊助連結 就是說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點進去這個連結裡面 他的那個donate網站 給一些小費給我 這樣子 就是donate贊助一些小費給我 那你可以點擊一下 訂閱按鈕訂閱一下這個頻道 好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這麼長的視頻說明